以色列跟中国友好了半天 实际上这个状况 跟乌克兰跟中国友好 有非常类似的地方 我跟你友好 是希望你在 以色列跟阿拉伯的冲突 或者跟巴勒斯坦冲突 或者乌克兰跟俄罗斯冲突的时候 你作为中立国 你可以两边 可以帮忙劝架 可是你光不帮忙劝架 你反正一边倒地去支持我 对立面 而且煽风点火 煽风点火 而且帮助这些恐怖组织 那当然 以色列当然是 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中国 那乌克兰情况现在也是这样 这两天习近平又去俄罗斯 见普京了 这是今年第三次 习近平见普京 刚才你有说 最近习近平很少出国访问 很少去大国 去国事访问 日本 习近平十多年 一次也没有正式去日本进行国事访问 可是他几乎每年要见几次普京 那这个 俄乌战争将此不下 然后现在又冒出了一个北韩派兵要参加俄乌战争 这个这件事情实际上 欧洲国家反应蛮大的 我看到德国有人说 这个北韩派兵参战 是成吉思汗以来的第一次 东亚国家有派兵进入这个欧洲地区 这个上一次这个东亚地区的人进入欧洲地区来打仗 那是成吉思汗 那这个北韩参战 中共又支持北韩 支持俄罗斯 对中国和欧美国家的关系是有什么样的影响 你提到这个北韩 那基本上北韩现在参战是在做亲俄这样的姿态 向俄国靠近 那么他企图在中国跟俄国之间保持一种微妙平衡 在这个平衡里面等于是跟中国拉开距离 北韩原来被看成是中国的这个绝对的小弟 就是绝对接受中国保护跟管理 大家都把北韩当作是中共的人 那现在北韩亲俄的结果等同于把距离拉开 你说的中心一点叫做在中国俄国之间保持平衡 其实他是亲俄 那这件事情有一个间接的 有一个说法就是 2017年4月7号 习近平去海湖庄园拜访川普的时候 川普请习近平劝一下北韩 就是朝鲜半岛核子问题 然后习近平就委婉地拒绝 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其实不是我不想管 是我管不动 因为北韩是亲俄的 他还把资料摊给川普看 川普说这样的话那就讲一句 说你尽量去做 你先做 你如果不行了 我美国再自己来 表示尊重中国 在对北韩的强大影响力 那么现在变成说北韩企图靠向恶国 对北韩来讲 这叫联俄制中 联合俄国制衡一下中国 那么这个有一个背景就是 韩国人讲 不管是北韩南韩 他们讲日本是 算是朝鲜半岛 百年来的敌人 但是中国是千年来的敌人 然后这还有一个背景 就是从金日成到金正恩 就是他们金家三代 都被要求把长子送去北京当人子 有点像春秋战国时代 那个秦始皇的父亲不是当过人子吗 那金正恩一直拒绝 一直到老二 他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以后 才把老大送去北京当人子 这个事情在2018年3月左右 是这样 所以北韩对中国真的是感受很深 然后现在等于是说 跟俄国拉近距离 靠向俄国 等于是给自己买保险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北韩并没有踩川普的红线 这个背景是这样 2018年6月12号 川普跟金正恩第一次川军会 是在新加坡 然后北韩有五个要求或期待 美国给的 第一个把停战协定转成和平条约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美国给外交承认 北韩需要融入国际社会 要美国给外交承认 然后美国一直不给的原因 就是要北韩成为中国的抱负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要取消经济制裁 然后第四个很妙 就是北韩要美国给安全保证 不进行斩首行动 不推翻金家政权 第五点才是协助北韩经济发展 这一点的话 南韩台湾都可以帮得上 所以总共这五点里面 前四点都指了美国 中共没有办法帮忙 经济上可能中共也可以帮点 但是前面四点的话 都是美国跟北韩的事情 这是北韩有求于美国的五点 然后川普要两点 就是第一个 不要再进行核子示报 第二个不要试射长程洲际弹道飞弹 因为叫长程投射能力 会把核弹头送到美国本土 所以川普这两条 结果金正恩后来不是继续试射飞弹 然后人家美国记者就问川普 说你怎么看 川普说他没踩我的红线 为什么 因为他试射的是500公里短程的 顶多到日本周边 日本海还是哪里 东海一带 最多也不过是到关岛附近 号称要关岛快递 可是那个还是属于不算是长程 所以对川普来讲 金正恩这个人到目前为止 讲话算数 没有踩红线 这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 金正恩现在在干什么呢 他现在是面对拜登 不晓得拜登承不承认 他跟川普私下的协议或默契 所以他在等川普上来 如果川普上来的话 他可以比如说撤兵 他可以比如说有更新的 跟美国的 跟川普的协议出来 也就是说要把业绩做给川普 他现在好像很凶 对不对 好像有点抓狂 反正很凶 还把铁路炸掉 南北韩的铁路炸掉 等到如果川普真的上来 他说他现在是good boy 乖孩子了 把成绩功劳做给川普 也有可能 所以现在他 默不清楚民主党到底是 怎么看 到底承不承认川普 跟他达成的默契 所以会有这些动作 我好像说他是出口 这几万个北韩军队 是为了换钱 两万 是这样 一个人两万多 可以换三四亿的美金 对 这是这样 因为很妙的一点就是 南韩的武器去支援乌克兰 北韩的武器去支援俄罗斯 其实南北韩现在都变成 传统武器的生产跟出口大国 恰好是这样 比如说很多大炮 重机枪 什么东西 这些传统武器的话 南北韩是生产跟出口的国家 然后一边 北韩这边去支援 包括伊朗 俄国 中国这边 然后 有时候是中国想支援伊朗 俄国 透过北韩转一个口 也有可能 总而言之南北韩其实是传统武器的生产跟出口大国 这是确定 所以韩国看到北韩出手以后 他也去支援乌克兰 可能透过波兰 迈进乌克兰这样 结果变成两韩的武器在乌克兰战场上 等于是试验 看看效能如何 这样子 但这样无论如何会把南韩跟北约组织的关系拉得更近 对 我看到这个北韩出兵 我想到当年朝鲜战 朝鲜战争的时候 当时我在中国看过很多资料 还有一些什么小说电影 他们说 就是说当时苏联的老大哥不能出手 一出手就世界大战了 所以只能让小弟 小弟影响小一点 但是这苏联老大哥也不是不帮忙 好像是他们把空军换上中国人的飞行员 然后去轰炸侦察执行侦察任务 然后好像马上要回到中国的境内 就如果被击落的时候 也一定不能让美军发现这个尸体 是这个苏联人 所以说如果被击过还要去抢救那个尸体 不能够到美国人手里 等讲了很多很生动的很感人的故事 现在一想就是老大哥不愿意担责任 让小弟去送死 我觉得这次历史真是很讽刺 这次老大哥是中国 中国不愿意出手 出手中国得罪人 那小弟你去 那我想如果按当时的故事情节的话 一定老大哥在后边支持很多很多的 大家看不到的地方也介入了 另外我觉得就是说 为什么普丁会让这个北韩去呢 我并不认为北韩有很强的战斗力啊 他有战斗力早就没打到韩国去了嘛 他一个政治意义非常大 我认为普丁啊 他是想赶紧把这个水搅混 就是说他已经这个熬下去一定赢不了 那么所以说一个是赶紧让川普上台 一个是怎么样让北约害怕 赶紧签一个停战协议啊 所以说普丁首领现在有两张牌 一个呢是用核武器 一个呢是把变成世界大战 这两个北约都很害怕 但是说第一核武器都不敢用啊 用完自己可能不行 那我让别的国也参战 把它局势复杂化 变成世界大战型的事情 你看你还不害怕 我们要不要打一场世界大战 我觉得可能是要把水搅混啊 当然我认为就是包括乌克兰去打到俄罗斯境内 跟这个北韩非常着急的要去兵参战 这个都和美国总统大选有关系啊 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前 都希望有用什么招能够把这个战局有所改变 各位朋友 我们的YouTube欢迎大家订阅 赶快拿起手机搜寻三国演义 123的三 国家的国 演员的演 议论的义 还在等什么 赶快拿起手机 订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